天灾来袭 人民生活拮据 首相杜斯林安华宣布要与民同苦 因此取消10天以后官方跨年活动 政府决定裁撤前首相丹斯林慕尤丁 主导的国家复苏理事会 至于乌统领袖重新受委官邻公司主席 引发政治委任的批评声浪 这个任命也暂时喊卡 安华政府今天召开 在信任动议过关后的第一场内阁会议 聚焦东海岸水灾课题 首相表示国家现在民生拮据 加上突如其来的水灾惨况 人民生活水深火热 考虑到人民的整体观感 内阁一致同意取消2023年元旦倒数庆典 安华上任后就不断主张要消灭政治委任风气 认为这个陋习只会助长裙带歪风 可是巫统马张区前国会员阿莫加兹兰 却重新受委出任联邦土地复兴和统一公司主席 引来违背诺言的质疑声浪 首相宣布这项任命先缓一缓 在这个关键时刻 所有人力和工厂都要花在刀口上 政府正在整肃职务重叠的机构 率先开闸大砍由前首相慕尤丁 主导的国家复苏理事会 主持人力和国家复苏理事会 内阁会议也讨论了多项重大政策 当中就包括东海岸铁路照跑 安华透露 东铁计划不再修改路段 而项目目前的成本 也比原定的减少了110亿1000万令吉 政府也议决 将天然气供应的监督权 从联邦交还给沙巴州政府 至于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相关课题 内阁立下了一个月的期限 从床计议 安华表示 团结政府上台后 国内的经商势头一片看窍 已经有不少外商投食问路 政府处理经商申请的机制 必须更快更有效率 在这之前 政府也会卯足权力解决人力短缺的问题 特别是原产业 服务业和建筑业 它已经指示人力资源部 加速解决外劳入境的审批进度 感谢观看